大家對鄉月局一定有些看法和期望 譬如現在野豬問題 我不激勁 因為我看到問題是全港的 就是前主席我爸爸 他處理問題都是用程理法的 法叔是你爸爸 那會不會是給人有一個印象 是否現在開始負全旨 始終這個制度都是選舉產生的 都是民主制度制度 這個政股就是他的股 我覺得他正在組織你 我們很多原住民都向我反映 現在收地不合理 百多二百年前的傳統都是種男兄女 以前也沒有分男女 我沒有分男女的意思 樓宇過不夠 而土地又要善用 為何不可以讓我們在村裡起高一點呢 是 今天我訪問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鄉議局可以說在地區組織上來說 是全香港最大領域 最多人口的一個地區組織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有一個歷史原因 正如劉主席所說 他們已經有九十三年的時間 所以變成他們的特權 對政府的影響 以至土地的運用 都相當地有傳統的做法 在這個問題上 我會點出作為鄉議局的主席劉業強 他要處理很多不同的問題和矛盾 他怎樣應付呢 譬如作為鄉議局 不同的村 原來我做到鄉議局的成員 做到鄉議局的主席 可能我的身份地位會完全不同 在這個過程中 是怎樣醞釀出一個主席 特別是現在的村代表 也有兩種 一個是原居民 一個是非原居民 非原居民的 可以看到人數在增加中 其實這個人口的變動 又會不會導致到 將來鄉議局的 掌管鄉議局的人的背景 不一定是原居民 這是否要面對呢 第二類的矛盾在於 大家知道現在的很多城市發展 向新界移動 向新界移動時 自然出現一些發展時間的矛盾 這個矛盾自然就是鄉議局 與政府的爭拗 作為主席又怎樣處理呢 第三類的矛盾就是 鄉議局的原居民身份 與一個普通市民 特別是香港出生出生 甚至上一代再上一代的 爸爸媽媽、爺爺 都在香港營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和鄉議局的 原居民的權益有不同呢 這個不同也可以導致一個矛盾 作為一個鄉議局的主席 他又要怎樣令到這些情況 可以磨合成為一個 無論大家接受或不接受的結果 當然這個討論一定會引伸到 現在一般的原居民所擁有的 所謂原居民的權益 而我們所說的權益 再引伸到變成 丁權丁屋 政府來說一個叫小屋政策 這個丁權丁屋的問題 為什麼原居民每個丁都可以有 一座樓700呎 三層高 為什麼男士有女士沒有 為什麼原居民有 普通香港人沒有呢 這個背後導致的矛盾和爭吐 我更加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是一個很原則性的問題 發展到現在香港還一面倒地 新界就是原居民嗎 很多香港人都入世新界 入世原居民的屋村 甚至你看到很多原居民的土地上 建了豪宅 建了發展商的一些高樓大廈 其實原居民的村和地 都不是以前一樣 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傳統的發展 90多年歷史的鄉議局 以至原居民的傳統 我們要尊重 但作為一個現實 就是整個香港的現代化 香港的土地的需要 以至香港人除了市區之外 進入新界 這些傳統的價值 甚至傳統的文化 都在鬆散碎片化 是不是我們要面對一個 新社會 現代社會的成立的時候 這些是否值得討論 回歸50年不變 50年 2047年 是不是正正是一條界線 我們要處理這些問題 這期看